2023最好看的盗梦电影震撼来袭 平均每五分钟一个反转 和经典影片盗梦空间一样 不看到最后一秒根本不知道结局 他把催眠师的强大体现的淋漓尽致 老头只是对旁边的女人说了一句脱掉衣服 女人就立刻起身 在大街上边走边脱掉了上衣 这顿时引发了骚乱 然后老头对着两个银行的保镖说了一句话 紧接着他潇洒地走进了银行 对着柜台小姐说了句该下班了 柜台小姐立刻也中招了 银行外的一辆车里 从监控中看见这一切的联邦探员 白哥非常焦急 他提前得知有人要抢银行里的一个保险柜 所以早早就在此埋伏 本来想来个人赃巨火 但眼下看见老头如此贵 他直接冲进了银行打开了保险柜 可当他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后却难以置信 竟是一张他女儿的照片 要知道他女儿已经失踪两年了 可就在这时 老头搭讪的警卫已经冲进了银行抢劫 而柜姐也走进了金库 打开了那个保险柜 白哥拿枪指着他让他停下 可女人根本不怕反而轻蔑一笑 因为那两个警卫已经来了 他们直接就击中了白哥 随后柜姐就在警卫的保护下 拿着盒子就上了运超车 索性白哥穿了防弹衣 他强忍疼痛就追了出去 柜姐发动了汽车 可他竟直接撞向了其他车辆自杀 而这时老头终于出现 他淡定地拿走了盒子 再顺手放了个炸弹 白哥感到刚好目睹了汽车爆炸的营 他朝着老头追去 一路来到了一个楼顶 老头已经没有了退 白哥的同伴朝他缓缓靠近 就当他以为老头打算束手救情时 下一秒白哥的同伴们就掉转了头 然后拿枪对准了白哥 就在刚刚他们被老头催眠了 形势瞬间反转 这时白哥拿出了盒子里的照片问老头 女儿在哪里 老头是否和女儿的失踪有关 这时白哥的好兄弟也赶到了这里 老头于是不再纠缠 他直接命令两名被控制的警员互相射击 然后就从大楼一跃而下 白哥慌忙赶过去一看 可却没有老头的尸体 看来对方是逃跑了 更诡异的是 他们查不到关于老头的任何资料 只知道对方叫老雷 白哥决心抓到老头 因为他坚信对方和自己女儿失踪有关 于是他立刻根据给他们举报老头抢银行的电话 查到了一家塔罗牌店 白哥找到了里面正在给顾客做占卜的黑姐 顾客以为白哥是来找麻烦的 于是警告白哥 自己会在门口守着 一旦他想伤害黑姐 自己就会冲进来痛遍白哥 说吧就离开了 白哥直接询问黑姐是否认识逃走的老雷 可黑姐听后直接脸色大变 他立刻就要等白哥离开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老雷已经出现在了门外的顾客身后 而店内的黑姐见白哥不离开 于是起身就往外走 突然门外一辆摩托朝黑姐撞 幸好白哥眼疾手快就下了黑姐 遭遇这一幕两人惊魂未定 这才看见凶手竟是刚刚的顾客 而这是更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对方直接自杀在了他们面前 经历了这件事后 黑姐终于对白哥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事情 原来他和老雷曾同属国家的秘密部门 主要由一群催眠师组成 研究如何通过眼神与眼等行为将人催眠 而老雷是他们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这使白哥的好兄弟走了进来 他根本不相信黑姐的话 认为催眠就是小儿科 不料下一秒 黑姐就对他发出了指令 紧接着好兄弟在白哥面前就开始痛哭起来 他开始毁过自己做过的坏事 无论白哥怎么呼喊也无济于事 直到黑姐再次发出指令 好兄弟才恢复正常 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白哥也终于相信了黑姐的话 而觉得太闷的好兄弟奴资到外面透气 却没想到遇到了老雷 而另一边 黑姐接着说老雷因为能力越来越强 于是背叛了组织 杀死了所有人 他侥幸和少数人活下来后选择隐性埋女 重新开始生活 直到看见最近的银行结案 他知道老雷又回来了 就在两人交谈时 灯光突然熄灭了 紧接着好兄弟拿着枪走了进来 白哥让他放下枪 可是对方像是没听见 黑姐知道对方已经被催眠了 好兄弟对着黑姐举起了枪 白哥只好率先开枪 打中了他的大斗 然后将好兄弟扛在了铁门上 可好兄弟还是想杀死黑姐 他不断朝黑姐方向前进 即使手都要断了一屋 就在这时 黑姐开枪了 他直接击毙了好兄弟 因为现在的好兄弟只是一具行尸走路 两人逃离了警局 很快他们就因为杀死警员被警方通缉 伪装在酒馆人群中的白哥 看着通缉令非常无奈 而好巧不巧的是 这时一名警探来到了他们身边 他一眼就看见了白哥手上的伤痕 白哥赶紧掩盖 可还是晚了